今天輝哥教室教大家如何選擇海參 海參的產地有澳洲或印尼的豬婆參 為什麼我們叫豬婆參 大家可以看到 好像豬肚定一樣 我們叫豬婆參 我們選擇海參 一定要皮薄肉厚 因為海參比較是海產 比較容易爛 譬如濕了 儲存得不好就會爛 按下去一定要乾爽 最重要是底部 按下去千萬不要很軟 或者聞下去有些軟味 有些臭味 代表海參開始爛 那些不好 買豬芯很多時候會說 整支海參你怎樣喜歡爛 很多時候爛的海參要移動一下 你看到很多粉撲出來的 可能已經爛了 那些海參就不要買了 你聞這些海參 還有海水香味的海參 就為之靚的海參 這隻就是澳洲的豬芯 豬芯的意思是因為乾乾乾 這隻其實發起上來都很漂亮 又有多肉又爽口 這隻是美麗的海參 這隻就是非洲或者中東的豬芯 這隻相對來說 澳洲的豬芯大約50%有多 也不錯 但沒有澳洲海參那麼大 或者發得那麼高 最後來說 現在很多朋友喜歡吃的 就是療心 以療心來說 日本最出名 尤其是這一類 這一類就是日本北海道的刺心 什麼叫刺心 大家都看到的 很多刺 這些就是刺心 刺心怎樣選擇呢 刺心越密 越刺手越多的刺心越漂亮 買刺心要聞一下它 有一股很香的海水味 那些海參就是漂亮 今天又教大家一件事 大家很少人會知道 什麼叫綠排針 刺心始終以綠排針是最好的 什麼叫綠排針呢 這裏一排 這裏我們好像那裏 有交叉的 這裏叫兩排 一排兩排三排 這裏就是三排 左右兩邊變成綠排針 大家知道這裏是綠排針 另一類就是 這裏就是 我們標樽或者清芯來的 這些海參 其實是口肉的 都是日本來的 針來講只有四排針 都是漂亮的海參 但是會比北海道便宜 另一類就是日本的 關西刺心 關西的芯 大約是北海道的芯 三分一價錢左右 這些芯是比較短一點的 但浸起來的芯都不錯 而且肉就比較沒有北海道 或者標樽那麼爽厚 它就比較軟一點 海參來講的好處很多 我們很多時候 食療來講 因為它有很多的膠質 天然的膠質 變成可以很多時候 個人累 或者我們骨頭不夠力 吃多些海參 而且很多時候 對甲醣腸的朋友 有食療價值 而且它沒有一些壞的淡過信 所以是很有益的產品 但是我們現在坐在一起 跡想說 讓我們來講 你會不會放嗎 我要拍給你 你的酸 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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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